与民主委交通人員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首先 三個之前 感謝大家 這次法會很辛苦 法會率都 那麼舒勝圓滿的 打險任務 感謝各位 因為三半年 四兩個活動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只是在這個經典方面 我們差不多一個多月 差不多 一個多月沒有三 我們都在為了這次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恢復到我們正常的作息 另外一個就是說今天晚上的集團 還沒有半個經營 進行參加 有沒有不能參加的在座人 都要參加 你各班班才給他吹一下 出席 把他吹出來 班長給他 好 我們繼續 這個二十四 二十四這邊 就是 什麼叫做 菩薩的不盡無為 上一段 上一段講就是菩薩的 什麼 不盡有為 怎麼是不盡有為呢 對 這個有為跟無為 有為跟無為 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說 這個 簡單說 有為就是生魅 生魅法 那無為就是 不生魅魅法 那麼 然後 那個 在這邊 文化解決事 這部經裡面 雖然 那個水啊 那個 文化解決事 他 實現了一個在家 在家居事的 那種 像 來 那個什麼 來 實現出這樣的像 然後呢 實現出 那個佛法 所以他在講的 在跟 那個 一些 一些 比丘也好 神文聖也好 或者是 菩薩 所講的話 都是 比較 生活化 比較生活化 啊 那個 我們讀到現在 就是一些 一些 措辭啊 都是比較 平凡的 可是呢 每一句平凡的 那個 那個 話語裡面啊 齁 都含著 含著 深的 那個 佛法 齁 那這邊啊 優惠齁 用我們的那個 用我們這個 佛筍來講啊 用這個佛筍來講齁 就是 就是說 欸 你從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說 我們 所謂有為生命 啊 生命 給我們很直接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這個 這個外面這邊 齁 啊 不生不妹 不生妹就是 你進入到這個 這個 清靜的佛筍來看啊 那個時候就是 不生不妹 不生不妹 就是你內外平等 內外平等 這個時候就是 就是無為啊 那你 你如果從那個 從這個 法性跟法相的 那個 那個角度來看啊 齁 你看到齁 這個 這個法相 這個我們講的那個 四象 這個四象啊 就是有為 齁 因為都是生命啊 齁 那從相的角度來看啊 那無為是怎樣 從相 從相 從相的角度啊 一個是有 一個是有為 一個是無為啊 齁 從法相的角度啊 這個有為啊 齁 那就是四象 齁 那那個什麼 那個 從那個什麼 無為 相的無為 是什麼 相的無為就是 你對那個四象 對這個四象 你要 要 要 要去 表達他 齁 你對四象 表達以後啊 齁 對四象 表達以後啊 原來你才知道說 喔這個相啊 這個相 這所有朋友 這個相出來 都是因為虛擁無為的關係 齁 所以 你對四象 要表達之後啊 表達之後啊 怎麼樣 我們說 齁 你 進入到這個 實相 無相 齁 齁 你進入到實相 齁 那個 那個總法就是 你表達了這個實相 你表達實相 之後 齁 齁 那個時候就是 你就是無為 從相的角度來看 齁 齁 從法性的角度來看啊 這個法性的角度來看齁 這個啊 這個東西啊 我們怎麼來看它呢 當然 從 從法性的角度 你說無為啊 無為是怎樣 那 你就是要限好 齁 好 你等一下達到我限好 那時候就是無為 那 那 從法性角度 你的有為是怎樣 它的有為是怎樣 他的有為就是說 你這個啊 你那個乳來臟啊 你會怎樣 我們講說 你那個 那個 那個A向流線 半個往A向都出來 那個就是從法性的角度來看 看到有為跟無為 你知道嗎 所以你這個從法性啊 你達到性風之後 你再低空 你在低空啊 那當然就是無為啊 所以 這個菩薩清品 菩薩清品 雖然我們還沒讀完 現在讀到這個 不盡有為跟不盡無為 我們不盡有為我們讀完 這個不盡有為 就是說你意思就是說 叫我們住在不生不寐 你來看待那個生命像 所以那個就是有為啊 那是有為 所以你要 就是說 你要入這個生死道 入這個生死道 這是從法性的角度來看待 那個有為跟無為 所以我們看那個 那個什麼 上一段 上一段 上一段的菩薩不盡無為 不盡有為 得那個最後那一句話 就是說 修習大聖佛法 成為利他祭祀的菩薩神 因為除惡修善的意念十分強烈 這個都是在那個 外觀裡面 所以不會放過一切 修善的機會 那麼修習 建成這種地攤 祭祀的法 就身為菩薩的 不盡有為 就是這個 我們就從那個 好 法相知道嗎 那法相啊 這個就是啊 這個法相啊 就是說我們 我們那個 劍師兩過啊 你這些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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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我們的煩惱 那這些東西都是有為 不是有為法 那你菩薩 怎麼講 你菩薩你要對這個說 要對所謂的修善斷略 修善斷略啦 就是說你這些 見過跟失過 你把它斷掉 然後你要修善 這個是概略 大體上就是這樣來講 所以這個就是不盡有為 就菩薩有盡有為 所以你看喔 這個說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其實我們就是要 要 要斷除這個劍食兩過 劍斷除劍食兩過 那麼 這個詩啊 就是 貪生痴嘛 貪生痴 貪生痴 這個劍呢 就是 我們講五劍 就跟我們這部經講完以後 我們這個再來修行一下 就是說 你修 我們修行就是要斷 斷除這兩個東西 這個失禍就是貪生痴 就是貪生痴 就是貪生痴 所以你 你再深入一點 就是說 是所以會起失禍啊 是怎麼來的 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所以起失禍 是從你的前五根 從前五根所起的煩惱 這個 我會起這個劍後 是哪一根 一根 是一根 所以你看 劍後跟失禍 一個是一根 一個是前五根 所以你看 所有的法碼 所有的 通通是由我們的六根手造 所以 我們修行就是要斷除這個東西 要斷除這個東西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 看今天的新的進度 那什麼 又叫做菩薩的不敬魔鬼 就是說 菩薩修習 空解空門 又不執著於空 休息 無相 無作解空門 又不以無相 無作為究竟的目標 休息 啊 休息諸法因緣而起 而不以緣起為究竟 這個 這個 諸法 因緣而起 這是什麼 意思就是修 十二因緣啊 所以 不理什麼 緣起為究竟 那個緣起在哪裡 我們講說緣起 這個緣起在哪裡 這個緣起在哪裡 算到最後就是夜象 齁 這個意思就是那個夜象 齁 這個意思就是那個夜象 齁 既能了達 諸法無常 齁 又能不斷 積得行善 齁 既能了達 諸法無常 又能不斷 諸法無常 又能不厭惡 生死與世間 雖動觀諸法無我 又能悔人不見 雖了達 捏盤幾內 又能不助於捏盤 雖遠離 成熟 煩惱 又能不斷 修 學習 行善 齁 所以動觀諸法 不來不去 又能把善法 做為自己的歸去 這個就是齁 這邊剛剛講說 諸法不來不去 齁 齁 有沒有 要知道齁 這個就是 五尾 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五尾啊 這個五尾就是你諸法 齁 諸法不來不去 那前面講的就是說 前面你說捏盤啊 捏盤幾內 你雖然 達到這個捏盤幾內的經濟啊 可是呢 你又不知說那個捏盤 齁 再過來就說 你看齁 在我講講看齁 就了達時間這一句 齁 又能不厭入 生死時間 生死時間 齁 然後 你看齁 在那個什麼 前面講說 那個 那個 那個三景多有沒有 無像 不做 然後空 但是你又不去 那個什麼 不以這個三景多為一個目標 齁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再講一個 講一個 那個什麼 法性 跟 法相齁 你看這個諸法不來不去啊 不來不去 他諸法本來就是 辱辱不動啊 齁 所以 又能把這個三法 做為自己的那個 那個 歸去 齁 這個意思就是說齁 你 你知道這個 這個 萬法不起嘛 辱辱不動啊 可是呢 你知道這個諸法 不來不去嘛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諸法不來不去啊 可是呢 你又會怎樣 你要把它 你雖然知道這個道理啊 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諸法 諸法有七根哪啊 齁 七根哪啊 齁 七根哪 這個諸法本來就 無趣也污染嘛 無趣也污染 啊這個 這個 這個諸法都有 三跟二啊 齁 齁 就是說齁 你知道這個諸法 他本來就 無趣也污染 齁 可是呢 你就 你不會去排斥這個善 你要去 那去接納這個善 你要把這個論給斷掉 因為你一旦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一旦住在不勝不滅 你住好住住不動啊 齁 那個時候啊 就是 一切法非三非二啊 你不要去執著說 一切法非三非二 你不要去執著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 善他還是會來 惡也會來啊 但是惡來你就 給他 給他斷掉啊 給他壓抑掉啊 善你還是會給他發一點光大啊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一旦 一旦 就是說 一旦善我發一點光大 你一旦有這個意念之後啊 就來不去就有了 諸法就開始動了 齁 你諸法動了 你又失去了 又失去了 那種諸法 諸法怎麼樣 不來不去啊 如如不動的這個 這個本意 你又讀 又會失去了 你的本意啊 所以 就是說 菩薩 你一個菩薩醒的人啊 菩薩醒的人啊 你就說 你就住在不成不美 入入不動 可是呢 你對這些 這些 那些動靜兩項 動靜兩項 動靜兩項啊 你可以去 什麼呢 聊聊尊名 你去聊聊分明 你知道說 這個惡人 逆進來 我 怎麼樣 不動我心啊 瞬進來 也不會讓我起那個歡喜心啊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你雖然說 善熱來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好 善熱來 你去 你會去分給他 這時候你去分給他 沒關係 為什麼啊 因為你知道啊 你知道 你對這個法相 你對這個法相 清清楚楚 對法相 清楚 所以 我對這個善跟熱起分給心 沒關係 因為你 那時候就是不會影響到說 一切諸法非善非惡 像比如說現在大家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說 一些諸法非善非惡 你惡法來 惡法來 對我 對我這個法性啊 不影響 善法來 對我 對我這個法性啊 不影響 這就是 這就是非善非惡 可是 當 當這個 善法來的時候 你要讓他 你要讓他怎麼樣 他教我們說 你要 讓你這個善法能夠發芽光大 你一旦起這個鏈頭以後啊 這個法 這法 就起來 就動 就開始啟動了 齁 意思就是說 這 雖然這樣動 齁 雖然這個 這個 這個法 起了這個動 起了這個動向 齁 這法起了這個動向 這法起了動向 可是你 對你來講啊 齁 對你來講難民 這不難 不受影響 齁 這個就是不盡不為 齁 他知道嗎 這句話啊 這句話就是說 齁 你要了解到 租房齁 不來不去啊 可是你又能把善法 作為自己的規矩 齁 作為自己的規矩 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善法 打開了公大 齁 你要累積你的善格 累積你的善根 累積你的善根 齁 你一旦有這樣一個念頭說 我要累積我善根 累積我善根 這時候 那個就動起來了 法就動起來了 可是 可是齁 雖然是動起來 可是仍然不會動到 齁 不會動到你的法性 也不會動到你的法相 齁 這就是無畏齁齁 好 雖了達諸法 不生不媚 又能在世間的生媚法中 擔起嫉妒眾生的重任 這個一樣啊 就是你住在不生不媚 來看待一個 生媚的諸相 那麼 雖然動達 書士法之清淨無肉 又能不斷絕 那些與世間的繁腦 擴張 擋交道 這時候就是 你雖然 你雖然 那個清淨 你雖然找到 那個書士法的清淨 可是那個世間 世間的一些繁腦擴張 你必須要去控訴到 當你控訴到這些 繁腦擴張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應對它 你要怎麼去去應對它 就是說這個東西 你沒辦法斷絕的啊 就是說 你這邊是清淨的 你不在這兒是清淨的 可是呢 你所面對的 我們已經張開啊 已經張開之後 你的六根 所控訴到的這些 萬法萬象感 這些東西 你沒辦法去 斷絕它 你沒辦法斷絕對它 那你要怎麼辦 你就要去瞭解到這個道理 瞭解到這個道理 就是說 這些諸法聯繫的道理 諸法聯繫的道理 我們講說 這個聯繫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背向 那個 從那邊最靈點的 那邊一直下來 瞭解到這個道理之後 你只要住在這個清 你有這個清淨心啊 你 看到這些東西啊 都 對你 不動不心 所以你 你那時候怎麼講 你就是住在神聖道裡面啊 可是呢 你不會影響你的那個清淨 清淨的那個 那個什麼 如來葬基 好嗎